让旅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,让美景成为永恒回忆,欢迎您来到环球旅游,今天将为大家介绍道教名山,劳山,劳山位于中国山东省青岛市,是一座以壮丽的山水景色和悠久的文化历史而闻名的旅游圣地,劳山不仅是一个迷人的自然景区,也是一个重要的道教圣地,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和信徒,让我们深入介绍劳山旅游的各个方面。 劳山以其秀丽的山巒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而著名,山势俊俏,雄伟而壮观,整个山区被绿树环绕,溪流缠缠,瀑布飞泻,在春季,山上的花卉盛开,缤纷多彩,夏季,翠绿的树荫和清凉的山风带来凉爽的感觉,秋季,红叶缤纷,山水变得如湿如画,冬季,白雪覆盖山顶,形成了一幅冰雪世界,这里的自然景观,构成了一幅冰雪世界, 一幅冰雪壮丽的山水画卷,吸引着摄影爱好者和大自然的爱好者。此外,劳山也是中国道教的重要圣地之一,太清宫是劳山最重要的道观之一,其建筑宏伟壮丽,充满了古老的道教文化氛围,游客可以参与道教的宗教仪式,聆听道士的经文朗诵,感受宗教氛围。 东摇冠是另一座古老的道观,保存了许多古代的壁画和石刻,展示了中国古代道教文化的丰富内涵。 在道教的指导下,劳山的文化氛围深厚,并有一系列的传统活动和节庆,如道教仪式、宗教游行等,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体验。 劳山还拥有丰富的文化古迹,在劳山的各个角落,都可以找到古老的寺庙、塔楼和观音像。 碧霞洞是一座受到广泛赞誉的景点,这里有着历史悠久的石刻和壁画,展示了道教信仰和文化的内涵。 观音洞则是供奉观音菩萨的地方,这个寺庙拥有着独特的建筑风格,吸引着众多信徒前来朝拜。 劳山有八大洞天,分别是烟霞洞、马维洞、圣泉洞、牢山洞、松树林里的空气流动实验设备、壁霞洞、观音洞和云洞。 每个洞天都有其独特的景观和历史背景。 烟霞洞是劳山的核心景区,这里有着奇特的洞穴景观和令人惊叹的石刻艺术。 马维洞则以其宏伟的洞穴结构和壮观的石刻而闻名。 在圣泉洞,你可以欣赏到清澈的泉水和令人神往的景色。 每个洞天都有其独特的魅力,值得游客一一探索。 除了道教文化和自然景观,劳山还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,如《劳山之巅》。 这是劳山的最高峰。 登上山顶可以俯瞰整个山脉和青岛市区的壮丽景色。 登顶后,游客可以参与祈福活动,体验道教的宗教仪式,感受神秘的氛围。 此外,还有许多古代寺庙和文化遗址,如《劳山石刻群》、《风化石园》等,这些都见证了劳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。 劳山还拥有许多温泉资源,如《劳山温泉》、《九峰温泉》等,这些温泉以其丰富的矿物质和疗效而受到游客的喜爱。 你可以在这里享受舒适的温泉浸泡,舒缓疲劳,放松身心。 《劳山》是一个极自然景观、道教文化和历史遗产的综合旅游目的地。 游客可以参与各种户外活动,如登山、徒步和观鸟,感受大自然的魅力。 登山路线沿途景色优美,山间的清新空气和崇鸣鸟叫,让人心旷神怡。 在劳山的旅游过程中,你也可以欣赏到各种野生动物和植物,感受自然生态的丰富多样性。 劳山还拥有丰富的文化活动和节庆,每年的道教节日和宗教仪式吸引着大批的信徒和游客,其中最著名的是每年的劳山风筝节。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活动,吸引着来自各地的风筝爱好者和观光客。 在这个节日里,你可以欣赏到各种形状和颜色缤纷的风筝,在蓝天白云间飞舞,营造出一个缤纷的节日氛围。 此外,劳山还有丰富的美食文化,你可以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,如劳山海鲜、道教素食和青岛啤酒等。 这些美食结合了当地的传统烹饪技巧和食材,味道鲜美,让人回味无穷。 总之,劳山是一个结合了自然景观、道教文化、历史遗产和丰富活动的旅游圣地。 无论你是寻求自然宁静、文化体验还是探索历史传承,劳山都能满足你的需求。 在这里,你可以沉浸在大自然的美丽中,感受道教的神秘与崇高,品味当地的美食,并参与各种文化活动。 无论是短暂的旅游还是深入探索,劳山都是一个值得一访的旅游目的地。 今天的景点介绍到此结束。 请喜欢环球旅游的朋友一定记得点赞关注。 我们在下个景点不见不散。